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脚青青的忍者试用 这两天有些感冒,所以很多视频都没有加解说 但是今天这个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这个夏装雏田我已经买了 所以因为时间很仓促 所以我就随便凑了一个阵容 咱们打几场休闲 然后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好用 然后很多朋友还有一天的思考时间 好,那咱们就不多说了 进入这个竞技场 先看一下对手阵容 是一个止水的火煮平民队 貌似是我的先攻比较高 这个就更好了 他要定身,我不想吃 我把它定 他也没带竞反 我也没带竞反 这个确实很少见 两个火煮都没有进反 好,这样这个福田起手就可以奥逸了 等他解了这个止水的状态之后 我们再给止水一下 这一下是消除时效增益并风穴 所以你对根性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打的 这个套个盾 就是给除田套个盾 这样比较容易打 好,已经退了 这是个土主 他这个阵容比较怪异 也是有止水 然后呢,应该是天天山山的 那我就没话可说了 只能是先定他的这个土主 止水打鸣妈也是很痛 哎呀,我被混乱了 不过没事,可以解了 而且可以持续到下个回合 这个,这个刚才那个鸣妈的奥逸 我有点误放的感觉 因为当时那个连击已经用了 不过无所谓 还能解了这个混乱 止水也不能奥逸 应该 我对方还在打 那我就奉陪了 退了 又是一个土主 这个是名人加五外罗 然后加代人 那我认为他这个土主 肯定是加查克拉 然后加大量查克拉 说不定他这个五外罗还可以奥义 先定了他 这个名人有可能加查克拉 他可能开二次服务 这等一下啊 我们明巴挨下打 我们就后手控名人 这时候他带人是救不过来的 因为带人是四号位 他这时候就算想奥义也来不及了 然后我们的橱田空下他的土主 就是风雪下他的土主 不管他带什么奥义也不许让他放 虽然我们暂时也没奥义 但是我们仗着这个结界 然后这个攻击力又这样猛呢 所以没有奥义也可以 等下他带人打我一下 我下个回合又可以奥义了 只要明妈起手 就可以 哦 我本来起手名人的 结果名人已经死了 好吧 那橱田奥义带人 谁让你不奥义呢 没机会了吧 哈哈 我们继续啊 这个对手是一个 哇 是一个水豹队 如果你在竞技场之外 看到这个水豹队 一定是非常的头痛 但是在竞技场之内就 真的是不太可怕 套盾套得不对 赵哥也套得太早了 太沉不出气了 然后最后再套 当手不许解状态 然后再风学一下他的小鹰 然后第二回合 明妈准备起手他的水乳 就可以了 因为有这个秘传的这个 有秘传记带 这个火煮的毒火是相当的猛烈的 啊 你看死了 然后吹了 这个对手是个风主 有这个安部大河 他的主要是玩神男的 所以我们上来就要控他的这个大河 不然的话给他抽了查格拉 这个神男飞我们是受不了的 因为他还有这个 他应该是忍住住 然后又加上 呃 就是佐住的这个加成 很了不得的 你看 他这一点查格拉就 就打到我这样凶猛的 哎呀 其实我是 我是犹豫了一下 我是想脱他分身一下 带点小便宜的 结果没选回来啊 失误啊 不过 貌似好像也还OK 我们封学他的这个神男 哎 神男并没有护花 当然了 就算有护花也可以封的 我们瞄准这个佐住打 这一下打佐住应该能撞死大河 所以能帮忙刷新奥义 打死分身也是可以刷新奥义 然后我们再奥义他的疯主 又刷新奥义 太猛了 可惜不是定身 神男还可以打我 这个神男应该是毒死了 我觉得 烧死了 没等烧死 这回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对手是一个止水队 我这个是婆媳 他这边是师徒 他这边是凯和这个小李 雷主上后就开雷凯 不能让你这样砍我 所以把他雷主给定了 打了名妈 名妈的奥义冷却 这边还有一下 这个除天来 这下我们戳他的凯老师 还打谁都一样啊 估计对方也不太想玩了吧 还打啊 真的 我服了你了 算了我给名妈套个盾吧 套不套 无所谓啊 止水必然被打死 我还不死 哎 又是这个恶鬼到最下 刚刚简单帮大家测试了一下 由于这次活动是免费赠送65片 大家只需要台服的朋友 只需要买15片 也就是1125点券 其实还是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 光看脸就够了 这个除天是很美的嘛 我们的太子妃 好 大家还有一天的考虑时间 我是青青 再见